来 这什么东西啊 这 你们哪个搞的自驾游啊 刚刚我扫得干净出信的呢 怎么办 擦不掉了 大姐 你这么弄 弄不掉的 怎么办哪 哎 等一下 那个物业机 你整个层楼要检查位置呢 哎呦 这怎么得了了 你有没有酒精啊 我没有 花露水呢 有没有 来 你等一下 你看这个好用不 来 我来 来 我来吧 好 你看可以 这个东西蛮好用的嘞 我儿子淘气 我每次在家里面都要跟到他后头收拾烂摊子的 还好有你在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没轮到你啊 我条件比较差 可能简历被排在后面一点吧 行啊 大姐 公司也太不像话了 让你等那么久 没事儿 来都来了 等就等呗 给她姐 还好 谢谢你啊 妹子 没事儿 谢谢啊 不客气的 举手之劳 我怎么了 你慢慢等 感觉那位阿姨 应该应聘保洁吧 对 应该应聘后勤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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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还没轮到你啊 我不知道 是 一直也没有人叫号啊 人家都走了 我发现你这个白领倒是蛮有意思的 蛮死心眼的 也不是 我这个年纪 能有一个面试机会挺不容易的 所以 黄阿璐 是不是到我了 不好意思啊 因为今天面试的人太多 现在人事部已经下班了 你呢 被安排在明天上午的八点 可以吗 可以 我 我明天再来 谢谢啊 行 黄婉璐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您是 我就是那个苛刻的八婆 郑总监 其实我也是新人 我是从集团总部调过来的 这次履职 我负责华东地区的销售工作 您这个新人 跟我可太不一样了 放心 我会帮助你成长的 谢谢 郑总监 我 我想问一问 你为什么会选择 那样的一个面试方法 来面试我们 因为我想看到每个人 最真实的一面 其实 你的专业积累 在所有面试者中 是最弱的 但这不重要 因为还可以后天再学习吗 而我更看重的 是一个销售人员 有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 善良和耐心 这一点 是无法伪装的 就像当时 你会蹲下身子 替一个保洁员 擦指甲油 谢谢你的赏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你之前 是做时尚品牌销售的对吧 对 怎么不做了 我 我想找回我自己 我想找回我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